2020年4月6日,下午4点,刚刚收了事, 今天恒新指数冲了上来, 上星期五那一集强调两件事, 恒指在做旗刑,旗刑今天突破了, 终于好戏,起码换局突破了, 恒指出现期刑,首先从形态上来说, 今天的时间收纸收到23749, 恒指升了2%,2.2%, 未升破上12345, 即未升穿前一个星期, 不是上星期,是前一个星期的最高位, 又是23,不过上次由这个位开, 然后一直收低,派出去派到尾, 今天不是了,买到这个位收市, 如果以收市价来说, 就差不多在上星期的历史,即近期, 近几年低位里面的一个反弹最高点, 如果以收市价来计算, 形态上, 图标上就是一支旗, 上星期的节目说过, 今天旗刑就突破了, 即突破一支旗, 明天必须要升穿今天这个顶, 这个伸延形态就将它继续向上, 再摸高点了, 走去24,000多, 即是0.5%的目标, 即是因为0.382, 黄金比较讲过了,上次, 那就是刚刚, 0.382就是我的量度幅度, 就是38.2%, 即是23,742, 而下一格就是24,560, 这个就是0.5, 将会望着这个位置, 即是大概是88点左右, 恒指如一看升, 就升到88点, 就是整个反弹量的8.50, 第二就是MACD仍然反弹途中, 就是日线图, 跟我预期的不大, 希望明天破都上去, 继续走高点, 如果明天升不到跌下来, 这个旗刑会变为一个平衡通道, 所以, 你要两手准备, 当然, 我今天希望奇形, 一旦爆上去, 就简单单单, 因为我说过, 我买了7200, 又买了平衡, 就算上个礼拜建议那只3933, 这个什么制约, OK的, 3933, 开始给你买联邦制约, 今天最高升了7.17, 现在收市6.95, 都算了2.5%, 如果升到上去7.17, 都差不多4%, 4%有多, 几不错, 就是单日, 另外第二只就是黄金, 黄金我3081, 我上次post出来是3801打错纸, 这位网友PanE很深思细密, 他经常捉到我的打错纸, 多谢你先, 幸好有这些朋友帮我修楼, 真的很感激, 黄金ETF3081, 今天升了1.29%, 正如我说黄金, 如果黄金, 旗盈就很清楚了, 旗盈的旗桿就是在上个星期底, 就是当这只3081, 在36元的时候, 升到上去前一个星期的39元, 那就是旗桿了, 那个consolidation完了, 所以上个星期五的节目叫你买, 今天你买的时候, 基本上你这1.3%就很安全, 你买了就, 还有这个好处, 你买下去还可以坐久一点, 我觉得黄金上回, 如果你以3081去计算, 41元的机会就非常之高, 他们现在还有2元, 还有一个多2元, OK的, 这些可以买得大, 第一,第二就是可以长线持有, 尽管跌下来都不怕, 跌下来只有加住, 先前介绍了, 我买那只181, 1818是另外一个商感之外, 3081就会更加跟贴黄金, 现货金的走势, 上个星期3081和3933买了的话, 继续持有, 恒指其刑, 继续希望明天爆砖, 明天爆砖后回来就走一个打横通道, 所以开牛镇的朋友都未必是, 红镇不用开, 不要开, 我讲过几百次了, 现在不是开红镇的时候, 所以老虎就不要搞他自己, 开牛镇, 你的斩头, 如果倒得贴那些, 你可以放在22800, 其实水桥很不抵的, 我们被人舔了, 我被人舔了, 我的二万一千八, 穿鞋好笑, 其实真的很枯话, 其实真的很枯话, 方向没看错, 不过没有, 你要选择爆炸力强, 一定选择近斩头位, 就是tradeoff来的, 都是这样, 如果你买回牛镇, 都是用回这个位置, 我觉得做斩头都是可以考虑的, 严守知识吧, 明天都可以继续告个盈利的, OK, 这样就好了,